歡迎收看《年輕人聊天》 其實我們大謊說 都錄了好幾百集的 《年輕人聊天》節目 你知道外面有很多觀眾 對於我們一群年輕人和我們 也有很多評論 我知道 我知道我聽說覺得我們很活潑 很多人聊天, 很知性 但很有娛樂性 很知性, 很有娛樂性 這是很少部份的觀眾是這樣 其實不是的 因為他們看完我們分享之後 發現我們的年輕人 好像沒什麼常識 怎麼會? 我們最初只是說無聊的事情 因為我們想觀眾覺得我們容易入口 我們就由淺入心 從無聊的事情開始說到愛情 說到校園, 說到生活 買樓, 找工作 相對論 甚至在教育制度 你說我是否很有心度 你真的很懂得說謊 完全沒有笑過 完全沒有笑過, 演技又有進步 因為他們經常分享什麼事 在節目裡分享自己的很荒唐 很荒謬的東西 所以人們就覺得他們沒有常識 我想問問你們 你們覺得常識是什麼呢? 一上會… 這個知識點應該大部分人都會認識 但我發覺到了這個年代 這個定義已經不再有效了 因為要認識的東西大部分人都不認識 例如什麼呢? 例如? 例如不知相對論是誰想出來的 例如不知是秦朝仙還是元朝仙 秦朝仙 你有常識的, 是異類 我經常看大陸劇會知道 秦始皇之後, 元朝很接近 第一個統一中國皇帝是秦始皇 秦始皇, 元朝更厲害 統一歐洲 宋朝仙還是明朝仙 宋元明清 對, 我也是 清明上河道是誰畫的 我也穿了 然後又… 板膏 沒錯, 是畢家索 清明上河道 日本首都在哪裡? 在…心齋橋 是藝術的地方 你們覺得常識是什麼? 我們覺得常識是沒有… 假設可以出到一本書 那些東西一定要認識 其實可以跟著時代去變 可能在很多年前 鑽木取火是常識的 但來到我們這裡認識 就是異類, 超級厲害 原來是一些… 普通的生活智慧 對, 生活智慧隨著時間變 我覺得不只是生活 不只是說蛋怎麼打 或者爐點撻 這些都是 或者熱水爐怎麼開 但我覺得是對一個… 你身邊的文化最少的認識 還有你身邊發生的事 新聞、政治、社會議題 其實小學教的常識 應該全部都是常識的 我覺得 小學教的多數是歷史 你不覺得嗎? 那就是文化、歷史 就是經社文 其實我覺得 小中學時常覺得自己讀的沒用 但我覺得到現在 我覺得小中學讀的是常識 其實很好 因為常識科是不用溫 譬如請列出香港五種公共交通工具 那些經常回答 你回學後會知道 挺好 常識科是不用溫書的 正在 你們平時有沒有做過什麼 極沒有常識的事情? 那些事情先發生在自己身上 這集為什麼沒有叫防營影? 因為他本身就是波波 波波要搶答 波波要搶答 沒有東西要搶答 我這麼有常識 你介紹一下你的手指 你先戴另一隻手 你先戴另一隻手 你現在做了夾 波波, 幫我看看 你為什麼要戴另一隻手指 我開抗盒 開抗盒, 為什麼會戴傷? 那個是… 會不會有人開抗盒會… 因為抗盒很實的牌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真的特別實 我一開, 開不了, 我咬不開 你還要咬嗎? 對, 我覺得太生氣 我打算用戴刀在抗盒… 不, 在抗盒戴十字 他一拔, 之後就流血了 讓他流五分鐘, 之後就包膠布 他流血, 也沒打算包膠布 對, 他只是滴血了 看你流多久 三分鐘 又等他流流血 又拍照照片 照片 你也挺拍攝的 你欣賞到滴血這一刻 令我反思到人生的意義 生命就好像流血液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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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猜了 第一, 你第一次做這麼蠢的事 所以要記錄… 記錄得… 你還要記錄得, 真是沒有常識 第一次做… 不用時間指 不合理 但你聽不懂 自己做一件事, 你不會覺得不合理 別人看就會覺得你沒有常識 但你會覺得很合理 我記得前一陣子, 幾年前 當時很流行叫杯 我們在派對室裡玩 旁邊的電視機在播放 一個女生看到那裡3比0 他還說他入了3分 是不是在禁區, 好像射三分球 籃球 是不是在禁區外射進去就有3分 然後我們全部人… 轉身射了3分 對, 他以後在禁區外射了3分 有3比0 如果那個女生漂亮不漂亮 這個阿花樣 那個女生漂亮不漂亮 漂亮就很可愛 漂亮就很可愛 如果那個女生很瘦, 讓你皮死我吧 為何你這麼瘦 我從來反應都知道他很瘦 你覺得如果那個女生說 不知道什麼叫穴位 是不是有常識 阿花樣, 知道是什麼穴位嗎 我也不太… 不知道有哪個穴位 我不知道有哪個穴位 你有沒有常識 那也沒什麼常識 你有沒有看世界杯 對 但他的位置是… 那個位置是誰都知道的 不是這樣就入三分 但他挺可愛的, 他有常識 他起碼知道籃球 在一個圈外射是有的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他以一個以有的知識點 然後再把它延伸和擴展 對, 他很容易 很快要吃一點 厲害, 盡力就能吃到 不是說捉了, 用手 有邏輯的推離 Tiffen, 你看起來像是很聰明的 不是 每個人都說我 你好像很精靈那些… 我好像很熟悉的 四肢發達, 但頭腦簡單的 那些又說你找到東西 不是吧 發生過什麼 你有沒有發生過 那些沒什麼常識的事情 反而是我朋友 他會煮麵 整個桌子連包裝放進去 不是, 他們有 他跟我一樣 炒蛋, 你不是要發的嗎 就是要發… 他打完就放進去 他就連蛋殼也放進去 沒事, 這是什麼食物 頂爺也煮不到 那些蟹柳經常有包裝 對, 想要吃 經常是可以吃的 對, 好像白糖 像白糖一樣, 是嗎 他煮會煮的 但人們是這樣 有張紙的, 然後套出來 那些是膠, 吃了就有膠 沒有一個感覺是要把它打開 好像當作微波爐, 你就放進去 如果你不切開那個位置 是不是會爆開的 最簡單的就是人們 用筋拌勻完飯後 連筋一起放微波爐 這樣爆炸? 有很多都是這樣 我之前也試過有一個工人姐姐 一來到香港, 不懂煮公仔 不懂, 全包丟進去 但這個也不是他做過最搞笑 他之前…有一次出了很多汗 我姐姐就給他一支止汗 然後他就在衣服外面 很好笑 他沒見過那樣東西 但他們不懂這些東西 然後… 對他來說, 可能是新科技 是的, 對我們來說… 他不想汗還是流汗 流汗 不停, 都是流汗 幸好你的朋友沒有煮飯 是… 如果他沒有煮, 整包飽 他就丟進去那裡 我看著他, 你不是媽媽 我今天就馬上罵出來 不是有家境狂嗎? 我的學校不是有家境狂嗎? 不是我們學校的朋友 我們學校是很好的有家境狂 是低水平的朋友, 是 我記得很過分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陣子 有人說新加坡和…新加坡 就是一個星字 新加坡和新加坡 有人說是兩個地方 跟紐西蘭和新西蘭 都是兩個地方 那時候就不斷… 新西蘭就比較新的紐西蘭 是… 他們那邊是不會流汗的 你們有沒有發生過 一些沒有合理的事情 對別人或自己影響得很嚴重 有… 在開火鍋的時候 有人不知道電磁爐… 是要用電磁爐用到的鍋子 以為所有金屬的都能放上去 對… 而且有些人不… 有些人以為… 我以為電磁爐很燙 我只是這樣… 很熟悉的 因為要吸引 吸引 吸引 導電那一刻 除了電磁爐、火鍋 要加熱的叫什麼 加熱的 加熱的 很難 氣體爐 用加熱的火鍋 分體式 去問電磁爐在哪裡 不想插電 你找給他吧 對… 我先插電電 剛才Danny說在宿舍的東西 我想起自己入宿舍前 其實也挺沒有常識 例如我不懂用洗衣機 我也是,我想說 還有我不懂分生抽還是老抽 是 做完煮菜也正常 是 有一件事我媽媽經常說 她說我不懂得說價 例如我幫媽媽在樓下賣菜 你也不懂 這是有些人說太差勁 不是,很大分別 我到樓下賣菜 買豬肉,可能我買20元 但我媽媽買,是買15元 但重點是怎樣 我那份還是少了一半 通常都是這樣 你被人騙稱而已 然後還要給你頂級的位置 這個不是第一刀沒頭 這個不是沒頭 是主婦家人 主婦家人 Chiang,看到你很難不騙 對,你真是有性的問題 我沒有搭配 我沒有搭配 你也沒有我乳頭了 你這是什麼頭? 你這個是… 水魚像什麼? 不是,但是男人通常… 水魚像烏龜 烏龜潭 對了,還有什麼底? 咬底仔 男人都不喜歡說價 都不喜歡說價 因為好像很浪漫 肉酸 但暗地裡很想說價 有卡比人格 當然 我們心態很猛 通常如果那次拍拖 我都說不用,我來吧 現在我不做了,現在很養瘦 紫石呢?紫石在台灣住這麼多年 譬如讀書時,有沒有發生過 有些人或你自己做過 很沒有常識的事嗎? 讀書時… 因為讀書時 我中學時自己住在外面 之後我完全不懂得全部的家務 家務 家務 全部都不懂 好像洗的也不懂得減 之後我… 我當時也沒有洗淨 我直接洗 因為我以為是自動會吸引 很臭 對,知道 要洗就臭 用水洗也比不洗 洗完之後,為什麼沒有香香的感覺 香香的感覺 有一次自己試下自己煮飯 我不懂得洗 不是嗎? 所以我直接吃不到 沒有加水… 那就變成泡谷了 對,有出泡谷嗎 對,整個都黑了 焦了 焦了 你的飯煲可以丟掉 一次之後 很奇怪,所以我猜 家務這件事是最常識的 對,我也覺得很不懂 家務 入了房間後 有一個人打掃的時候 清潔房是拖了地才掃地 怎樣放?這樣才掃地 就是張在地上 對,整個地都是塵 被水掃,然後在掃 然後掃不到的 拖了東西之後在吸 吸不住,現在還是這麼頭髮 這麼聰明,他把部手撈亂 這些是,可能你自己搬出來住 你家人可能從小時候沒有教 你怎麼做家務 未必知道 很多 煮開後根本就學到怎樣… 對 或者有些人… 洗衣機未必是全部有格 你自己搬一些細菲下去 你搬很多,然後就開始吐白 對,好像大隻蟹一樣 我看過我洗衣機的口 我吐也不懂 我試過 我真的像他這樣 我不知道要搬多少 然後我就… 因為我洗皮 我每次都是徐心 對…因為師兄師姐跟我說 徐心 徐心可以了,差不多倒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 倒了整個 倒了一點 我洗皮 結果我一個小時後 回到地上都是泡 就變成泡泡樂園 像駭馬公園那樣 極了… 我要洗皮三次 才沒有鹹 不知道,可能洗米… 米是要用來洗,才用來煮 有時候不洗 對,真的… 還可以嗎? 可以嗎? 我有時候不洗 我真的不知道 不洗得了嗎? 洗得了,其實洗完水還用來淋化 用來敷面 用來敷面 但我不滑 外國文化… 我小時候去攝影機 我們負責煮食物 他們洗完水就馬上去煮 我就說你有問題嗎? 他說我們一向都是這樣煮米 他煮原米茶嗎? 對,但他煮米的水很髒 算了,其實不用洗 反正都是那一煮食物 你也喝過了 幸好是我負責煮食物 不然大家都要吃一些髒米 然後他不知道要… 倒了它 對,我說你等我來吧 亞洲人應該吃米多於你們吃 多於你吃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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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於你吃薄餅 真奇 真的嗎? 黃色的水,然後我去洗 我就想,你怎麼有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來自文化不同 差異 例如外國人很喜歡做炮谷 知道怎麼做嗎? 我最近上網時看影片 香港人做炮谷是怎樣的 他用烘熱鍋,把炮谷放進去 然後過了一會就… 他制止不了,然後拍影片 那蓋蓋著 其實是在蓋蓋著 不是如果帶到四處都是 我都不會 你不知道的? 不知道是用米爆 我以為要加水,而且要… 應該不會 不是,是… 加水怎麼爆? 濕水炮谷 我只要用米做不到 我不懂 米不會爆谷 爆谷? 不會, 泡谷是粟米 偷似我的朋友, 泡谷 所以是文化差異的 有一個跟內地新的文化差異 就是他們用廁所比較自我 奔放 對, 很奔放 然後有一個情況 他們將衛生巾, 用完的衛生巾 貼在牆上, 打算有人清 但我們常常會處理自己的東西 那就要撕箱出來, 然後… 這個已經是常常常的範疇 他推薦清潔的, 每個星期回來 就會清潔 那這樣… 例如…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會刺足一次五, 對吧? 一、二、三、四 其實這個牆上是一個簽證 你去記錄哪個東西 人家坐牢的 其實是… 會不會你沒有開燈 晚上牠黏了, 不知道到處摸牆上 就是摸牆上 摸牆上去, 摸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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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 但是這個… 試過…你怎麼跟牠說 不是黏在牆上, 黏在牆上 你說香港文化是黏在牆上嗎 不是 黏在牆上 說給人家… 我們特地開會談 要探討這個問題 檢討, 他們不只是這個問題 還有頭髮 因為牠們永遠住在地上 很多很多會不會清潔 牠們卡住去水位 對… 但內地, 例如你用酒店 也不會, 人家不會用 牠整塊黏在鏡頭上 正常男生不用這些 我覺得應該用紙巾包著牠 放進垃圾桶 應該是, 應該是個別例子而已 我想 有試過叫人… 我少叫人買棉條 當然買棉花, 再騙你 我覺得你不能怪男生 我們最初沒接觸過, 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在棉花 這個科目 但也聽過 對, 知道棉花是… 不會懂得棉花扒吧 對 斷了就怎麼辦 對, 尺寸的 以前以為用棉條 女生會無法治療 男生會以為 我的朋友都會說 你少了棉條, 你怎麼去廁所 我聽過你… 牠塞你結束上 看到了… 看到了 我現在才知道, 看到了 現在你是智人 什麼 你再說一次 你塞了一條東西, 去到廁所 分開的… 你不能散開 結構不是… 不是, 都是同一個出口嗎? 有三個出口… 政治識的常識, 紫色… 我們從年輕人聊天 第十集已經很清楚說了 女性的生殖和排斥器官 我知道, 你說是去小還是去大 小和大也可以去 去到… 用棉條之後 大當然不影響 用了棉條之後去到水 去到水 這次是最適合的 我一定是用家 你經常這樣嗎? 棉條怎麼說, 普通話 衛生棉條 下面有條繩子, 好嗎? 對… 好, 你這麼熟悉 我這麼熟悉 可不可以猜完嗎? 你獎猜 現在還有這個… 猜完好像… 不是, 現在還有這個… 月亮杯 對, 太好了 很威風 對, 太好了 我每次都要開心 但哪個鞋子比較好用 你覺得嗎? 比較多面條 因為不用洗 月亮杯是比較環保的 對… 為什麼月亮杯的名字這麼優雅? 對 那是太陽杯 因為一個月來一次… 潮退杯 那些, 或者是水漿杯 但形狀是否差不多? 我沒用過 月亮杯是一個矽膠 然後要弄得很細, 塞進去 它就會在裡面… 上分開 像杯一樣拖著 對, 就像一個盆子 拖著瓶子 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大概八個小時就要用 但我經常都怕會找不回 會嗎? 你的地方很大 這隻拖著瓶子 有個小拖著瓶子 對, 太好了 我現在要打瓶子 打瓶子 要收縮了, 收縮哪有最後的東西 平座白寶袋嗎? 這個瓶子 因為一步到盡頭有一個東西 叫子宮頸 這個真的有腦筋 子宮頸是不太容易打開的 所以理論上不會通過到 有東西頂住 在後腦 上到腸 我肯定是不太容易打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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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然後當中發臭 發臭的 但沒有感覺嗎? 沒有感覺 對 太少了, 你問紫石智嗎? 我肯定是 她很熟悉, 有條線都知道 如果這麼小, 當然沒什麼感覺 對 要怎樣才有感覺呢? 越大了 年紀越大, 越沒有感覺 真的… 感受減低了嗎? 因為熟悉, 習慣了, 沒什麼感覺 習慣了什麼? 習慣了什麼? 放一些東西進去 我想問你的女朋友是否越來越沒有感覺 也不是, 因為年輕人 說真的, 很聰明的人 有時候會做一些很沒經常的事 譬如我也是, 我不是稱讚自己聰明 譬如有什麼?一定會有 每個人都會做的 譬如你趕時間等升降機, 你按一下 升降機未到, 三十多公斤 不斷按 你都會很不自然, 知道沒用的那一刻 你都不斷按… 你這麼說, 以前小時候電腦手機 你就不斷按, 這樣… 其實你只會令手機感到輕 因為它也處理不了你的招呼 你再按二十個招呼 另外有沒有什麼常識的東西 譬如有些不同的東西 譬如你讓不讓錯, 都是一種常識 有沒有關於去旅行的常識 應該有很多 很多 讀機票, 很多都是不認識的 我覺得去旅行的意見 最重要是人要夠觀察力 因為去旅行之後 因為你不認識那個地方 或者你不知道上電車 上車或下車是什麼時候付錢 最重要是看別人的頭 要不要自己衝出來 我也是 如果看錯一個是遊客 但那個是做錯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就會看哪些是當地人 究竟電梯站上哪還是有哪 穿得最好, 看哪些是當地人 對… 因為他下街的話 就像下街盤那些 應該是住在那裡的 要看他的樣子是怎樣的 小貓還是什麼 我是大貓 大貓 你剪了頭髮, 我認錯你是小貓 我說我以前小時候 以為包著那些…什麼教 梅教? 梅教 梅斯蘭之流 我以為他們的地方是因為宜 所以包著, 而不是因為… 多層 宗教 我忘了, 只是小時候 對, 在這個時候 我暫時也沒有聽你分享過 是, 我分享你那個 不是, 但我又是說一些比較… 你做過什麼最沒有常識的 不, 我… 好像沒有常識, 跟你很相配 但我是聽過一個男生說的 雖然我說回頭 但我聽過一個男生說 他說我…其實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女生來M這麼吵 然後我又問他為什麼 他說你們那些M筋 黏著你們的… 直接跟你黏著, 當然是吵 一撕下來那一刻, 我也會生氣 因為黏著的位置直接黏著 然後臉上反轉 他說我明白你這麼吵 其實你也辛苦了 我說你沒事 怎麼吸索 我也不知道跟他說什麼好 他挺細心, 他也想到多少 為什麼用方法解釋你們的吵 但你聽完這個方法 有沒有人馬上沒有吵 再吵 他說你沒事 你沒事吧? 一邊有黏著, 一邊有黏著 對, 他知道一邊有黏著 就說你經常黏著 怪不得你這麼吵, 滅下來的時候 也很疼, 也很疼 對, 就是這樣 他覺得是吵了 先吵 這次吵了嘴巴 對, 為什麼會反轉棉花在下面 反轉, 正常人都是這樣想吧 對… 奇怪 我這麼深究這些東西 譬如身邊女朋友要, 我就拿給他 你要什麼款式, 你要買什麼 我就幫你去選購 我很多人都不知道 衛生巾有液是為什麼 有液沒有液, 用液液 是防止它滲漏 對, 有液是這樣包著底部 可以黏著一條 就是… 對, 那個就是液, 雞衣 就像一隻很窩心的手抱著你 不是液體的液, 是一雙液的液 我知道… 雞液的液 你有學習很多東西, 六豪 其實你那些平衡 我認識的, 阿楓不認識而已 不認識, 上河包 我好像尿我懂他, 上河包 又來了 上河包很不舒服 六豪, 你看過我們這個談論 這是誰最沒有平衡 我大部分誰沒有平衡 其實坦白說, 真是沒得談阿楓 無論在兩性關係和生活上 你有沒有試過做錯甚麼 沒有平衡的事 影響過人很大事嗎 其實我覺得太多了 是嗎 當我和你, 我也不知道 怎樣為之沒有平衡的事 不過…是的 對, 沒種結言 剛才有甚麼來講 沒有…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以說甚麼 好的, 林二, 努力看多點新聞 以及向我們請教一下就好 我們已經有更多親身人生經驗 你最近也經驗很多 對, 問女朋友多教你一點 對, 拍拖是長知識的經驗 是 好, 我們今集時間 差不多, 下一集 年輕人再聊, 再見 再見